我們其實剛剛有講過直線方程式啦 不過我真的很害怕你到底懂不懂 然後你有沒有統整 我想有時候沒有 所以我全部再把它講一次 好直線的方程式有分這四類 不過這一次我就不要慢慢導正了啦 總共有第一個點斜式 叫做過某一個點 也跟你講斜率 所以點斜式就是在這裡 這裡這裡這裡 OK y-y坐標 等於斜率乘上s-s坐標 這個叫點斜式 斜劫式就是斜率跟結句 y結句 斜率給你叫做m y結句就是過0b 這個點 那它會長這個樣子 斜劫式y-ms加b 好 結句式 結句式就是給你兩個結句 s結句是a代表過a0 y結句是b代表過0b 所以它的直線方程式呢 在這裡 a分之aks加b分之y等於1 這個叫做結句式 好 最後一般式呢 叫做aaks加b y加c等於0 好 那這樣會嗎 好 所以呢 如果說給你的一般式是aaks加b y加c等於0 那它的斜率呢 就是負的 負的 y系數分之aks系數 負的b分之a 好 這樣子會嗎 好 所以呢 剛剛有幾個要記憶的啦 OK 剛剛有幾個要記憶的就是 第一個在這裡 這個叫做點斜式 第二個在這裡 這叫做 這個斜劫式 第三個在這裡 叫做結句式 第四個在這裡 叫做一般式 最後一個 給你一般式 那告訴你斜率就是負的b分之a 好 一二三四五 好 通通幫你統整喔